年轻不养生 是啊 我老家就一个人被查出肝癌 老一辈人说 他的指甲盖上 就都是竖纹 只是我没亲眼见过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李大爷紧张了起来 叹了口气说 那我最近还是抽空去查一查吧 以防万一 指甲盖上有竖纹 真的是老人说的肝脏不好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主要是中医认为 肝脏主经 齐华在找 简单来说就是 肝脏影响人体内的经 而关键就表现在手上 当肝脏出现问题后 也会从手上表现出异常 指甲上出现黑色竖纹时 说明肝肾功能异常 蓝色竖纹 说明肺上受到了感染 或者身体缺氧 若是患者指甲竖纹多 而且凹凸不平 同时伴随着消化不良 腹部疼痛以及头晕 那么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但并非所有肝病患者 都会出现这种异常 当你被肝病缠上时 手上的其他部位 也会给出求救信号 1.肝脏好不好 看手就知道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的手上 出现了下面这六个迹象 就说明肝功能可能出现了异常 1.皮肤 指甲发黄 肝细胞受到损伤时 摄取结合和分泌胆红素的能 力就会有所降低 血液中的胆红素浓度 相对就会升高 人的皮肤 指甲 舌胎 甚至眼睛都可能会出现发黄的情况 所以 如果观察到双手皮肤 或是指甲颜色出现黄色 就说明肝脏可能出现了炎症 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并治疗 注意 当人体摄入过多胡萝卜素 无法及时代谢时 也可能会出现皮肤发黄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 一般在饮食改善之后 就会自动恢复 时间不会持续很久 2.出现肝脏 手掌血色变得不均匀 大拇指和小指根部的大小于技触 出现片状出血的现象 就是所谓的肝脏 肝脏看上去呈通红状 但用手按压时 会变苍白 松开后又会变回通红 一般肝脏表皮出现破裂 肝功能衰退 或是患上慢性肝炎 肝硬化等症时 就会出现这个表现 3.指甲脆弱一段 指甲的健康程度 其实和肝脏健康 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肝气充足 肝血通畅时 指甲也会得到充分的滋养 呈现白里透红 有光泽的表现 光滑且坚固 但如果指甲上 出现凹凸不平的棱线 还变得脆弱一段 就很可能是肝血不足所引起的 注意 过度劳累 睡眠不足时 指甲上也会出现很多的竖线 但一般在充分休息后就会好转 4.青筋突出 俗话说肝主经 当肝脏出现肝气淤堵 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时 手上就会出现青筋突出的现象 如果平时还容易发怒 女性伴有月经不调的症状 则大多是由于肝火旺盛所致 5.中指根变细 肝脏不好的人 手指的中指 会和其他手指 出现粗细上的明显差别 一般是指根变细 中指和两侧手指之间的指缝 明显增大 6.出现蜘蛛质 蜘蛛质指的是中心点略微隆起 周围有成辐射型的小血管分支 形态似蜘蛛 按压后 红色消退的质体 它的形成原因与肝脏相同 都是由于肝脏灭火磁激素的功能下降 而引起的 光是盯着自己的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不如研究一下吃什么 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负担 那么有什么食物对肝好呢 中老年朋友 平时尽量敞开吃七种食物 养肝排毒 肝脏会越来越健康 2.吃什么水果对肝脏有益处 1.柠檬 柠檬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水果之一 但一般情况下都用来做菜 调果汁 鸡尾酒等使用 作为一种味道清新 但酸味十足的水果 其实并不是特别受大众欢迎 不过对于有肝脏疾病的患者而言 柠檬却是一种天然的排毒良药 因为柠檬中的营养成分 可以保护受损的肝脏细胞 并且还能加速受损细胞自我修复能力 2.翻木瓜 这种水果也十分多见 很多女性都喜欢吃酸奶拌木瓜 因为翻木瓜中的有效成分 不仅具有非常好的风胸效果 而且还能起到养颜美白的作用 对于肝功能受损的患者来讲 翻木瓜中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说是提升肝脏抵抗力的重要水果之一 翻木瓜中的营养成分 还可以促进肝糖原合成 进而减轻肝脏受损程度 3.橙子 橙子中也富含大量的维C 对于预防肝脏损伤 和修复受损肝细胞非常有效 因为维C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 不仅可以让肝脏细胞活跃起来 而且对于肝脏也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普通水果 价格方面所有人都能承受 所以不会给肝脏患者造成经济负担 4.黑李子 黑李子的表皮虽然看起来有黑发量 但实则果肉却鲜嫩多汁 甘甜无比 这种水果可以促进肝脏排毒 对于缓解肝脏患者食欲不振 也有一定效果 虽然黑李子中也有酸味成分 但正是这种成分 才是滋养和调理肝脏的关键 从中医角度来讲 还加剧有调和肝气 补肝血的功效 5.香蕉 香蕉是一种高糖分 低热量的热带水果 由于香蕉中 富含大量的维生素C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所以不仅可以为肝病患者 提供必要的营养 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患病后 经常便秘的肝病患者而言 香蕉还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和便秘 6.荔枝 荔枝虽然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很甜 但其实这种水果的糖分很低 如果肝病患者平时多吃荔枝 不仅可以起到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 而且对身体也具有很多的滋养效果 尤其是荔枝中的多种微量元素 对修复肝脏细胞非常有作用 7.猕猴桃 猕猴桃也是一种常见的热带水果 虽然外表看起来十分粗糙 但果肉却绵软 细腻 多汁 由于猕猴桃中的营养元素十分丰富 所以还被誉为水果之王 肝病患者平时可以多吃猕猴桃 可以为身体补充维生素C 和维生素E等营养物质 不仅能增加抗氧化能力 而且还能有效地缓解肝功疾病 3.多吃七种护肝食物 轻松排光肝脏毒素 1.裙带菜 裙带菜属于一种孩产品 其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昆布素等 能够让血液粘稠程度降低 达到消除血脂的作用 而且裙带菜中 含有一种叫做甘露醇的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利尿作用 生活中常吃裙带菜 对肝脏也有很好的排毒作用 或能更好地养护肝脏 2.蒲公英 蒲公英 又叫婆婆丁 花花狼 黄花地丁等 有药草皇后之称 平时用它的叶子泡水喝 能清干热 解肝毒 长期坚持饮用的话 还能帮助清洁和保护肝脏 而且蒲公英茶 还可以很好的帮助排进肝毒 清洁肝脏 特别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和C 即矿物质 帮助肝脏排出毒素 提高肝细胞的活力 3.百合肝 百合肝是一种具有保健价值的食物 其中富含大量的粘液质 及维生素等 这些元素对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 非常有益 而且百合肝能够帮助去肝毒 养肺润肺 因此 肝不好的人 平时用它煮粥喝 有助于缓解肝病的症状 或对肝脏的健康很有帮助 4.蒜苔 蒜苔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其实它也是一个 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蒜苔中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能够保护肝细胞 和防止毒素对肝细胞的损害 而且还有助于促进肝气循环 舒缓肝育 另外 它还能帮助肝脏结构 和功能的维护和修复 肝不好的人 平时多吃点 养肝排毒 肝脏会越来越健康 5.小白菜 小白菜是一种原产东亚的蔬菜 俗称青菜 又称椒菜 瓢儿菜 瓢儿白等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膳食纤维 这些营养元素 都有助于养护人体的肝脏 且帮助人体肝脏排毒 所以建议肝脏功能不佳的人们 适量食用小白菜 从而起到养肝的作用 6.猪血 据《本草纲目》中的记载 猪血在解毒方面 有着很明显的功效 在很早之前 我们国家就已经知道 可以通过吃猪血 或者其他动物的血 来排除体内的毒素垃圾 尤其是在现在 我们正处于空气污染 非常严重的街 每天都呼吸着 受到污染的空气 经常吃猪血 可以增强肝脏能力 帮助肝脏更好的解毒 以上6.5.都是生活中 很常见的食物 大家在生活中 不妨多吃点 对我们的肝脏健康很有帮助 肝脏会越来越健康 3.而养肝 除了做好饮食等方面的调整之外 还可以用一些食材泡水饮用 有着非常好的饱肝护肝功效 不妨看看 哪些食材泡水喝 有着饱肝护肝功效 1.五味子 五味子属于木兰科植物 五味子的干燥果实 也属于一种比较多件的中药材 在五味子当中 含有大量的糖类 维生素以及五味子素等 多种营养和药理成分 这些成分不但可以起到义气生经 明星只可功效 好可以起到维护肝脏健康的作用 另外 五味子当中所含有的各种五味子素 能够修复受到损伤的肝脏细胞 并改善肝细胞的结构 可以促使肝蛋白的合成 缩小肝脏的坏死区域 对于患有各种肝炎的人群来说 会出现转胺酶升高现象 那么就可以适当地服用一些五味子 五味子能够起到降低转胺酶的作用 而且五味子中 含有大量的木质素活性成分 可以保护肝细胞膜 并促使肝糖原生成 还能够增加肝细胞蛋白质合成 有着增强肝功能的作用 二 枸杞 枸杞指的是枸杞属植物枸杞的果实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枸杞多糖 胺基酸 枸杞色素等各类营养和药理成分 这些成分不但可以起到抗肿瘤 抗辐射 提升免疫力等多种作用 对于肝脏健康 有着非常多的滋补作用 尤其是枸杞当中 所含有的胺基酸和枸杞多糖成分 能够降低肝细胞的病理损伤 并且能够加速肝蛋白的合成 能够修复受到损伤的肝脏组织 同时还能够促使肝脏细胞再生 有着非常好的养肝护肝功效 因此对于患有一系列肝脏疾病 或者是容易出现肝火旺盛的人群来说 在日常中可以用枸杞搭配上菊花泡水饮用 能够起到非常强的养肝护肝 以及消除肝火等功效 三、桑肾肝 每100克的桑肾肝当中 就含有42.5毫克的铁元素 还含有大量的有机酸以及糖类 磷元素、维生素等物质 这些物质既可以促使体内血细胞的生成 有着预防停血的作用 还有着补肝益气 清肝明目的作用 不管是对于容易出现肝火旺盛的人群 还是患有一些肝脏疾病人群 每天都可以适当地用桑肾肝泡水饮用 有着非常好的养护肝脏效果 总而言之 每天在喝水时 可以适当搭配上以上三类食材 共同泡水饮用 不但可以起到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还有着养肝护肝的功效 此外 想要保护肝脏健康 还要做好生活其他方面的调理 比如不要出现喝酒 抽烟 熬夜或胡乱服用药物的行为 还应该注意劳逸结合 并且要注意心态的保持 才能够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4.6种食物是肝脏死对头 1.甲鱼 甲鱼是鳖的俗称 也叫团鱼 水鱼 是卵生两栖爬行动物 是龟鳖目鳖科 软壳水生龟的统称 对于肝不好的人来说 要避免食用 因为肝不好的人 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 而甲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吃了之后会导致食物 在肠道中出现腐败的现象 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和腹胀腹痛 以及恶心呕吐等不是症状 若病情严重了 还会引发肝昏迷 甚至会死亡 2.甜食 甜食是日常深受人们喜欢的一类食物 尤其是女孩子非常喜欢吃 但是如果在出现肝病后 还经常吃各种甜食的话 就会导致肠道中的酶分泌出现障碍 也就会加重肠胃胀气 而且甜食在进入身体后 会转化为脂肪 脂肪如果过多储存在肝脏 会导致肝脏的负担加重 而诱发脂肪肝 以及加重肝病 3.凉粉 在出现肝病后 如果经常吃凉粉的话 肝脏是承受不知道的 因为凉粉做出来 是需要加入适量的白反 而白反具有减缓肠胃蠕动的作用 而凉粉遇到酒 就会增加人体对酒精的吸收 同时也会增加了 酒精对胃肠的刺激 并且增加肝脏的负担 4.烧烤 烧烤是人们一年四季都喜欢的美食 尤其是朋友聚餐时选择烧烤会更有氛围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肝脏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吃烧烤 经常吃烧烤 很容易会使肝脏的负担加重 由于生活中有一些致癌物质本病体 若想把这些物质代谢出去 那么我们肝脏的负担会很重 因此还是最好少吃烧烤 嗚嗚 松花蛋 松花蛋 又称变蛋 与皮蛋长得像 但是却与皮蛋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松花蛋都含有铅 铅进入人体之后 会取代钙质而存在 导致身体钙缺乏 对骨骼不好 还让引起肝脏负担 甚至造成铅中毒 6.过期食物 食物若是过了保质期 或未保存好 就会出现霉变 或者有哈喇子味 有些食物外表看起来还不错 其实里面已经没变了 所以 一旦出现哈喇子味 这些食物最好也不要吃了 很可能会对肝脏造成很大的伤害 例如花生中的黄曲霉素 就有可能导致肝癌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